本文由头条机器人沙明波撰写重振雄风,普京七天迎来四国元首,最重要的却留给中国作者,长安街之事,刚刚在一次出任俄罗斯总的普京,第一次出访将来到中国, 按照克里姆林公透露的信息,6月9日到10日,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将在中国青岛举办,一是在普京访华前夕,多国政要与普京确认眼神,接连访俄,频率空前,此外,普京这次访华带着一个重要任务,上前架无人机集体出动,美空中航母一线身,全球防空武器描耸作者,武器正能量, 一直以来,航空母舰被称为海上巨无它可以搭载许多战斗机,从而在海上取得制空权,对敌人进行空中打击,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视频中,这这样一款被称为小魔怪的小型无人机,可以被有人驾驶的大型战机投放以及回收,可以完成情报侦察战场监视等等作战任务,甚至它可以用来发起自杀式袭击 显然,这样一种作战的思路,和航空母舰一曲同工,因此,可以说如果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话,将颠覆未来空战的形式,反正都有理 魅蓝6T后置指纹,内裤反穿,也可以是超人作者,泡泡网,根据工信部官方真机图来看,魅蓝6T将会是魅族首款背部指纹识别手机,这次把后置指纹当作一次宣传并不奇怪 毕竟该机是魅族首款后置指纹的手机,意义相当重大,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,估计此后魅族魅蓝会有一大批后置指纹手机付出